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朋友LiLi问了一个问题 说请问老师 中国女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自个儿的名字 清末民国吗 兰儿是慈禧的小名吗 就像这个黑丸石头狗蛋一样 那么为什么成熟于乾隆早期的石头记里 女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呢 比如黛玉宝柴王熙凤 当然丫鬟的名字不能算 习人鸳鸯 请问袁老师解惑 咱们要说有自个儿的名字 其实是一直都有的 尤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都是有名字的 别的不说先秦很多女性都有名字记录在史书里 你比如周幽王宠的包四 汉朝几位著名的皇后 像吕智 陈阿娇 魏子夫 赵飞二 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 只是到了后来 尤其是宋以后 道学兴起 对于女性的歧视就比较重了 女性的名字才不被记录 但是不代表人家没有 只是不能在外人叫 只能家里人叫 外边人的称呼就只能是某某氏 比如姓马的嫁给姓齐的骑马氏 姓敦的嫁给姓当的敦当氏 就类似于这个了 就只能这样了 好 这个网友云刘问了一个问题 说每个朝代宗史都会有在其他领域 比如史学 音乐 文学有作为的 但是似乎汉朝宗史有作为的更多一些 这是因为汉朝对宗史的管控比较松散 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原因吗 我不知道你哪得出汉朝宗史有作为的概念 在我印象当中 清朝宗史是最有作为的 因为清朝对宗史是低薪散养 所以鼓励你入室 鼓励你从军 所以你看爱心觉罗氏里边出将军 出政治家 大学士 你包括最后清末的军资史 梁碧 宗社党的领袖梁碧 这都属于爱心觉罗氏 包括肃顺 他也是爱心觉罗氏 反而清朝的宗史比较有作为 其他朝代因为对宗史都防范的比较严 所以宗史他就只能是 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去大放光彩去了 因为只有这个领域对皇权不构成威胁 所以他不像清朝宗史也没有封地 甚至好多都没有爵位 到清朝灭亡的时候 八万爱心觉罗有爵位的不到十分之一 那大部分都得自食其力 所以我觉得是清朝宗史更有作为 我不知道这个 你这个概念怎么得出来的 汉朝宗史有作为 我不太认同这个概念 好 这个网友朋友金凡Fanz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第一次有问题问袁老师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介绍成吉思汗西征 讲到俄国这个国家是蒙古帮忙创立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回事 忘不吝赐教 这个事你分怎么说 你分怎么说 你如果说现代俄罗斯是蒙古帮忙创立的 有道理 但你要说整个俄罗斯是蒙古创立 那是不对的 人家公元862年就建立了琉里克王朝 882年定都基辅 这就有了基辅罗斯 基辅罗斯后来分裂 分裂成18个公国 18公国时代赶上蒙古人西征 18公国除了诺夫哥勒德一勺给汇了 然后在这个蒙古人征服俄罗斯的过程当中 基辅罗斯公国的势力就衰落下来 莫斯科公国的势力崛起 莫斯科公国的大公获得了全俄弗拉基米尔大公的这个称号 借着给这个蒙古大韩当包税人的机会 他壮大起来 后来呢 推翻了这个金帐韩国的统治 然后最后呢 莫斯科公国逐渐演变成了沙皇俄国 所以你要说沙皇俄国 乃至于后来的这个罗曼诺夫王朝 乃至于后来的苏联 他们是有蒙古人帮助建立的影子 这个是有道理的 但你说整个俄罗斯国家是蒙古人帮助的 那就不太对了 好 这个ZL 会员朋友ZL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这个 元朝蒙古人的发型啊 和清朝前期的发型是不是差不多 同样是边发的发型 为什么同样在少数民族统治下 元朝汉人没有被要求去发异服 而清朝呢强制 这个呢 首先说啊 他两个的发型啊 不是差不多 这个因为元朝人呢 就是蒙古人属于东湖民族 清朝人呢属于肃胜系民族 所以他们不一样 这个元朝人留的头发型啊 这个就史书记载叫娇婆 就是烧胶了的婆婆 那个胶婆 这留一块一块头发 后边两嘎嘎 然后两嘎嘎编成辫垂下来 清朝人就是那个金钱鼠尾了 是吧 后边一块这个铜钱那么大的头发 编一个小辫 那小辫细掉能穿过铜钱孔 所以叫金钱鼠尾不一样啊 这个发型是不一样啊 服装也不一样啊 也不一样 是吧 这个至于为什么 这个蒙古不要求强制剃发 因为在蒙古人看来 中国就是说南宋 包括这个原来的金西夏 只是他统治的一部分领土 而不是全部 而不是全部 所以他可以各衣就俗 你包括这个元朝的汉族官员 你还可以穿原来的那个展翅葡萄 那种那个元领袍 你可以穿这个上朝都没有问题 蒙古人才戴毡帽穿至孙服 所以当时的汉族大臣呢 他是以得到蒙古皇帝赐的至孙服为荣 我不穿那个宋朝那种官服 我穿这个皇帝赐给我的这个至孙服 他以此为荣呢 就是因为我捅着地盘有很多 有很多 你说我要求所有人都留我这事 那这个南宋的留 金的留 夏的留 西域留不留啊 西域留不留啊 那别的地方呢 你像东北那些个原始民族留不留啊 所以他没有这个要求 而清就不一样了 他统治的地盘 基本上就是原来的这个明王朝啊 就是在在这个 康乾两代皇帝消灭准嘎尔汉国以前 基本上就是明王朝的地盘啊 所以如果我不要求他们 一开始他也不要求嘛 清朝的皇清朝的大臣顶在花陵 这补服沙罐进满班啊 明朝的这个祥臣们乌沙元岭进这个汉班啊 到最后不就是孙知谢告诉吗 是死 以此是这个陛下从中国 而不是中国中国从陛下 这才开始这个替法易服啊 就因为我只捅着这块地儿 那你这块地儿不跟我一样哪儿成啊 是这个意思是吧 好那这个呃 网友赵虎那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为什么俄国没有搞到被列强欺负 清朝就一定被列强欺负 为什么清朝不跟俄国专制 学习 那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俄国离着西欧近嘛 从彼得大帝的时候就开始改革 那相当于中国康熙皇帝的时候 他就开始改革 他就大量引进了西欧的制度 尤其他的军事力量 那些碎发枪啊 排队枪壁啊 什么这些战术人都学会了呀 是吧 所以当然这个这个呃 这个呃 就是就欺负他就没那么厉害 其实说句实在话 就奥斯曼帝国也不白给啊 也不白给 俄土战争还打赢过好几次呢 对吧 他也是因为他离着欧洲近 便于吸收欧洲先进的文明 那奥斯曼帝国的改革 也比中国早得多呀 那在中国嘉庆年间 他就开始改革了 是吧 咱们就离这个距离太过于遥远啊 然后又有这种天朝上国这种心态 是吧 你那个彼得大帝为了学 西方自己化妆到荷兰到英国 到这个船长里去学习 中国皇帝谁会干这种事 所以你这个就是一个学一个不学 当然结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朋友啊 KATANALEO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 呃 想问一下啊 关于西夏的问题啊 西夏皇族被唐朝次姓李啊 呃 后宋朝呢 次姓赵 景宗皇帝称帝改姓为名啊 想知道后世为什么大多以李相称 是汉文和西夏文的记载不同吗 而且呢 有些皇族又称为名士 比如为名令公啊 这个是为什么啊 因为这个最早 唐朝已经赐姓李了啊 后来的王朝呢 再赐什么姓 这个人家西夏人自己也不承认啊 人家自己改姓为名了啊 人家不承认这个 这个 这个姓了啊 所以那怎么怎么 就是汉人怎么来叫他们呢 又不愿意叫他们的 这个 呃 自己改的姓啊 所以那就叫最早被赐的姓啊 其实这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就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最早次姓李 那就叫他姓李吧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就这么来的啊 说另外呢 西夏皇帝有个特有的称号 比如景宗李元昊是凤角城皇帝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称号具体怎么定的已经不太可考了啊 但是呢每个皇帝的称号呢 都有说法 你比如说景宗这个凤角城皇帝 来源于一种古代的占卜之术 给他这个称号呢 是称赞他料事如神 你比如说他的孙子惠宗面壁成皇帝 和当时西夏的佛教 全民信仰佛教相关 面壁的意思就是坐禅啊 就是这么来的啊 这个网友 R-O-B-I-N-B-I-A-N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原来说能讲一下古代的部队吗 像什么魏武族铁浮屠 被围军 三国的白马义丛 虎豹齐啥的 都是演绎吗 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强军 这不是演绎 这都是真的啊 这都是真的 这些就是真正的强军啊 魏国的魏武族啊 然后这个金国的铁浮屠 岳家军的被围军 三国的白马义丛 虎豹齐 这都是真正的强军啊 这就是真正的真正的强军啊 你如果对这个内容啊 具体展开的这个内容 你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推荐给你一本书啊 就是这个战争试点从书啊 战争事情的事典故的点 战争试点从书 专门写过一本叫 中国古代八大强军 这些这些个啊 什么魏武族啊 什么被围军的 这些个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怎么编程的啊 然后打过哪些胜仗 后来怎么消亡的 都有详细的介绍啊 你可以上这个这个淘宝上去搜啊 然后买一本就行了啊 好啊 这个网友朋友 这个ERIC 说这个谢谢袁老师翻牌啊 祥愤 说以前呢 这个北美印第安人可以通过贸易啊 这个跟英国移民购买武器 然后相杀 那中国有没有透过丝绸茶叶交换或者是购买武器与清政府相杀的历史呢 那请这个袁老师赐教 太平年国不就是吗 不就是通过购买武器跟清政府相杀吗 至于你说这个老百姓有没有老百姓为什么要跟政府相杀呢 对吧 老百姓就是就是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要明白你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啊 你不想目的就为他问他为什么不干 这个意思就不大了啊 就跟以前老人问我 那个皇帝不是很容易被干掉吗 为什么历史上弑军的事这么少啊 你为什么要杀皇帝 你杀皇帝干嘛 杀着玩 那这不肯定不对啊 太平年国就是通过这个贸易购买西方的武器 大量购买西方武器 所以这才促使湘军淮军也大量装备这个西洋式武器嘛 就是这么回事啊 好啊 这个网友朋友飞鸟目雪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袁老师您好 您以前的节目里啊 好像提到过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事儿 是安史之乱和崖山之变啊 想请问您除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之外 您认为有哪个或多个事件对欧洲有这次的影响 那这个话题我在这个会员节目里是讲过的 我认为这个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三件事儿啊 一个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啊 就是这个欧洲 从这个秦制啊 进入到州制啊 开始这个分崩离析 所以今天欧洲的很多这个 这个制度啊 比如说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贵族制度啊 包括他这个宗教信仰啊 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啊 再有一个除了你说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 我认为第二个 这这俩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啊 第三个我认为就是工业革命啊 欧洲呢 呃才开始这个就掌握了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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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呃这个就是世界的霸权啊 当然还有地理大发现啊 这个为什么呃地理大发现啊 这个其实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的事情啊 主要就是呃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然后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再加上工业革命啊 再加工业革命啊 我觉得这个是对欧洲历史乃至对世界历史影响到非常大的啊 好了 好最近大家的评论呢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